请教一下苏律师 嫁妆是对夫妻的赠予 还是给女方个人财产的赠予 法律上是很明确的 对法律很明确 嫁妆就是给女生的一个赠予 它是给单纯就不会给太太 这个女孩子 这个妻子的 不是给夫妻的 不是给夫妻 所以不要弄错 嫁妆是给整个夫家的 那不是的 是给女生的赠予 所以说 今天我们要搞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那这样如果说 今天要吵架的时候 这个嫁妆 嫁妆有什么 可能有电视机电冰箱 刚刚顾问有讲 还有一些什么好的家具 那家具可能上百万 对不对 那我们红木 幼木 这很可观的 那谁的 这是妻子的太太的 不是说今天搬到家里 就是那个男方的 不是哦 所以这地方可能要弄清楚 对因为常常有时候 震雨过去了 那万一这个就像夫妻 这婚姻生活当中 要南方可能拿了其中一个东西去典当掉了 这个不可以 所以这是属于女方的 所以今天你嫁妆过去的时候 这女方 这男生要弄清楚 不要男生搞不清楚 那要不要做一个清单 我觉得有做清单也好 不做清单也好 这个清单有没有证据力 清单的话要双方签名或拍照 才有意义 要有其他的证人在查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现在大家 就是现在科技进步了 已经不是 以前那时候律师都教你们用手写了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时代 用拍的 对不对 用拍的 所以拍的如果结婚的时候 大家拍一段 感谢 感谢 这男方就拍 感谢我的岳父岳母 送给 这个嫁妆给我的太太 让我们家可以很好 那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如果这样的话就拍下来就可以了 这也算是证据一种 那我们在讲说那嫁妆上 那如果今天双方真的要拆火了 怎么希望拆火的情况下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嫁妆可不可以要回来 对不对 原则上是没有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女生的 不用要 我应该自己拿走 我就是应该拿走 可是有一个状况是男生要霸占 这个桌子家具是 对 这时候就可以要 或者是刚才说的 假设金手镯或是钻戒之类的 那男方取走怎么办呢 要跟他讲说不行取走 这是我的 不然我告你啊 可以告他 请他返还 请他返还 把这个手镯相关东西返还给他 那所以男生也要知道 这个地方不能要 不过有一地方 大家会搞不清楚 对 尤其是女生要告诉你一个防身的秘诀 防身秘诀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真的 因为我们在讲嫁妆嘛 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在讲 女生保护女生的秘诀 今天爸爸妈妈给你的嫁妆 可能有黄金 可能有金条 可是我想问各位黄金有没有刻字 没有 很少刻字 有没有给书卫荣 不会写字 所以那女生一拿到之后 男生一样跟他讲 那你这个金手镯给我 我拿去点档 或说你钱给我 什么东西给我 这时候如果今天你就把这个送给男生的时候 那完了 就变成说你本来是你的嫁妆 可是你把东西给人家的时候 你赠予给 你用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法律关系 对对对 你说我终于我爱你啊 对不对 你妈妈送你那么多嫁妆 那么多金手镯 那是不是应该 你就把这个金手镯给他 你给他很抱歉 他只要说是你给我的 你就要不回来 所以有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智慧 用一些东西 这个妈妈爸爸给我 我们还要把他留作纪念 尤其特别我们刚刚看到的林志玲拿手镯 我觉得太聪明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林志玲 这个有证据 因为这个画面都有录影下来 对对对 他很聪明啊 为什么聪明 因为这金手镯带来的是 就是他的精神意义 他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无价的 因为是他们家族的船 是无价 所以他拿走了 其实我们也知道 林志玲经济状况好不好 好啊对不对 对对 所以今天他拿这手镯 对他来说是很好精神意义 而且有这金手镯 他会好好的保存 会跟他另外先生 你看这是我们家的精神象征 给我们 那先生会不会去觊觎他的金手镯 我想也不会 可是如果今天你拿了现款 假使我举例 如果拿现款一千万给他 另外一半说 那你的现款是不是可以给我花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去取舍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拿多未必好 拿有意义更重要 对对好那树律师 假设这个家长给女儿的这个嫁妆 如果是股票或者是不动产房子 那还有刚才像志玲这种手镯 这三种东西不一样 那三种东西他可能在婚姻生活中会产生什么 股票会产生股利 房子会产生租金或者是手镯会增值 黄金价格上涨 这种增值利益算谁的 好那我大家要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好 他的本质不可以算算是自己的 增值的可以算是夫妻之间的 夫妻共有的 对应该这么说 他的增值不是指他的财产变多 而是指说有鼓励股息 我讲比较具体一点好了 举个案例 举个案例来说今天如果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就买了100张 这个妈妈爸爸就买100张台积电股票 这股票值钱 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多少 一股60块 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给他多少 6000万 对6000万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刚刚讲这是嫁妆 嫁妆这个女生拿到 就是属于 嫁妆的本体是这100张股票 100张股票 那可是时间一晃眼 那现在台积电股票多少 大概快300 快300 好我们算300就好了 是 本来是6000万现在变多少 100张 5倍 3亿 对 那另外一番说什么 台积电股票你从6000万变成3亿 所以这时候怎么算 这2亿4 2亿4千万 升值了2亿4千万 你要分给我是不是 抱歉不行 不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本体 台积电股票的本体那100张都没变 是 就是 爸爸妈妈送给这个女儿家 这100张的本体没有变 股价虽然有波动 可是本质没有变 没有变 所以不能算 但是有个例 所以 增值利益不算是夫妻公 不算 他仍然是 女方的特有财产 对 只要女方不卖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就女方100张就是100张 所以3亿是3亿 不用分 但是有个地方例外 什么例外 我们都知道台积会分 每年派发股利 派发股利股息 可能派发的50张股 这个股票 或者说几千万或几百万的股息 股金 这个地方如果还留下来的话 那就要分 所以说生的 鼓利股息要分 股子 股生 变成夫妻共有财产 对 或者是派发的股利 每年的股利也是夫妻共有财产 共有的要计算的部分 但是唯独这本体是保有的 保有女方跟个人的 所以千万我就说今天拿到的 你拿到的架装 千万不要去把花王 是 因为你这才是保命符 这才是架装基本的意义 对 那我们再回到一个案例 假设是送房子呢 假设房子是1000万的价值 这个爸爸妈妈买了1000万的房子 送给女生 登记为女生名下好了 那将来这房子怎么处理 是本体也在 对 本体在 我告诉你 房子本体在 那就不会计算 房子增值 增值一样 一千万变一亿 我告诉你 一样不用分给对方 为什么 因为你房子在 这就是架装的本体 它不是伸出的股指股金 但是有个例外 如果今天房子是出租 租金 租金的收入 那不好意思 租金收入 那笔钱可能就要跟对方分了 但是房子的本体是不用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本身不用计算 它生出来的这个 法律上叫支席 对 鼓励鼓席 租金等等的 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讲到林志玲 手镯 手镯 手镯现在 手镯可能现在 当时可能 买的当时 买的可能几十万 假设几十万 可是我要告诉你 林志玲带过之后 嘿嘿 可能是上千万 对 他这个拍卖价格会很高 因为他带过 所以这样的增值很抱歉 对方不能分 不能分 因为他本体还在 本体在的东西 所以特别知道 所以我们在 有的东西我们都跟 跟情感 法律上跟情感有点不一样 所以特别要了解法律 才会保护你自己 那最重要 这女儿收到这个假装 千万不要就送给了福家 这个是特殊意义 特殊意义 千万不要 当然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在 我们不要 我们有知道 有一只鸡 他会生金鸡蛋 对 千万不要杀鸡取卵 千万不要杀鸡取卵 杀鸡取卵 对 就是这个金鸡好好顾好 也不要送给别人 对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生出来 鼓励鼓喜 那大家结婚嘛 我们彼此分配 或者今天你要 我们今天要做生意 要做什么 我们大家都可以分配 但是呢 切记切记本金的保有 才是真正的 这个嫁妆的最重要意义 随时随地会想到爸妈妈妈 这样才是最好的 好 那书律师最后要再请教一下 父母过世 女儿所拿的这个嫁妆 要不要列为 这个因继遗产的 这个因继份 列入这个遗产的种子来计算 好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 就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纠纷 对 兄弟会有意见 爸妈有给 给美眉这么多的嫁妆 那事后爸妈死了 那认为这个美眉你拿得够了 你不应该再来继承 财产 对 其实法律上是有个这样 规定叫龟扣 在父母亲 因为结婚 或者今天要分开居住 或者做生意的关系 他要给财产的时候 这个情况下 就像是我们遗产先给 为什么 因为他要结婚 我给嫁妆 其实就像是 你到那个家了 我让你好好过 也是把我的遗产给你一样 所以法律上他就推定说 今天这个财产就是给女方的 我的遗产先分给他 所以当我死的时候 如果是我女儿 我女儿的话 我就 当我死的时候 那这时候其他朋友说 那为什么给他一千万呢 那时候他结婚的时候拿一千万 那我好像 我这样钱好像变少了 变少了 不公平 所以法律上有规定 只要是结婚的时候 正在嫁妆 那这样 他要回继回来算 如果我今天我死的时候 遗产 我名下只有两千万 房地 股票什么 相加价两千万 那因为一千万是我女儿 或者儿子 我送给他们 结婚的时候给他 那这时候我遗产 虽然是两千万 可是要拉回来算 我遗产的财产的计算方式 是三千万来分 也就是今天我有 假设我有三个孩子 那一人分一千万 三个孩子 对 那我虽然名下两千万 可是我已经送给我女儿一千万 那抱歉 再算遗产所以我要拿回来分 变成说三千万 一人拿 一千万 对 回扣回来 回扣回来 那这时候有个问题是 那这样 那你可是名下就两千万 怎么分呢 对 因为那女儿一千万已经分走 所以她就不能再分了 所以我名下两千万 她会给我的什么 两个儿子 对 这样分配也比较公平 对 那这样看起来是 因为这数字刚好 其实这数字很有学问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是公平 有的时候 有时候怎么会变不公平 如果没有这样算 会变不公平 因为你看 一样我有三个小孩 我的女儿 对不对 结婚的时候我给她一千万 可是我已经花完了 我花完剩下多少 我花剩下六百万 我现在名下只有六百万 房地怎么叫 我死的时候只有六百万 那如果六百万 那怎么分 如果依照法律是三个人分 一人拿两百 那两个儿子就气死了 我结婚也没拿那么多 那你 为什么她结婚拿了一千万 那现在我爸爸死了 还要再分两百万 她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你懂归后就把她拿回来 那一千 那就是一千六百万 除以三 一个人拿五百 那五百不足嘛 对 五百不足嘛 不足嘛 不足怎么办 那就是六百万 就是分给 分给这两个儿子 女儿不能分 女儿不能分 所以这个情况下 所以某种程度上 这个归扣很重要 因为你懂的话 就可以让财产平和 可是你就是说 可是有人说 这样不公平啊 我就是非常偏心我女儿 我就是 想要给她多一点 我这个就是给她 我不要算回来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把它留下来说 今天我的财产 我这个价装 我不会不算是遗产 以后遗产它也不用扣 要特别去写这东西 那也不用公开 那你要写下来 那你没写的话 就要扣回来 所以要取决于你自己 懂不懂法律 所以 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说 我们要弄清楚 而不是弄不清楚 弄清楚的话 家庭才不会有纠纷